杨子 你的录取通知书到了 妈 我不想上学了 我现在在这工作挺好的 还能补贴一下家用 你说什么的明天就给我辞职 不管怎样 这个大学我必须供你上 妈 这事就这么定了 老板 你找我呀 杨子 这是你这个月工资 老板 怎么这么多 我的工资不是五千吗 你给了我五万 你被开除了 啊 为什么老板 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 老板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不要开除我 我真的很需要这份工作 不 你做得很好 也很优秀 你的家庭条件一定不是很好吧 所以拿不起学费去上学 选择出来打工 这些钱你拿去交学费吧 就当是公司额外给你的补助 以后毕业了还想回来 公司随时欢迎你 老板 你一定是误会了 我的学费是五百万 我爸是要把我送到英国 读金融进修 等我学生归来 让我继承他那几十亿的家产 我是不想跑去那么远 所以想找个小公司躲起来 老板 这五万我心意领了 钱我就不收了 还不够我买个包呢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诶 小王 这羊子怎么回事啊 又几点了还没来 主管 羊子天天上班都迟到 像这种现代实习生 你最好好和管管 最好直接开除 羊子 今天是第几次迟到 主管 我是有原因的 我们进一步说话 不错 等你消息 诶 羊子 天天上班迟到肯定是没有车吧 也难怪 像你这种家庭 怎么可能买得起车呀 不像我 刚买了两包嘛 每天一脚油闷就到公司了 人家羊子是个实习生 又是农村来的 买不起车不是很正常吗 也是 家庭条件差嘛 车呀 我有车呀 太多了 每次挑起来都很麻烦 有车有什么用呀 有房子要厉害呢 房子也有啊 等会下班我还要去搜几栋的房子呢 大家工作辛苦了 我请大家吃水果 给小王 水果我只是空运的 你这个一看是弄金败的吧 是成金的 但不卖 什么事情啊 这么开心 主管 吃个水果吧 又是上次那个水果呀 挺甜的 你倒是会买 这个不是我买的 这是我家私人小岛上种的 大家要是喜欢的话 我让我家管家空运个几百斤过来 诶 对了 上次迟到跟我说的谈大客户 谈下来了吗 主管 他一个实习生能有什么大客户啊 大客户可不是这么好谈的 他什么才算大客户呢 起码身价也要上亿吧 哦 我这个客户啊 他头顶一块布 全球他最富了 一块客户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娘子 你这客户真谈下来了 对啊 主管 头顶一块布 全球他最富 那不是 就是 第一天上班感觉怎么样 还适应吗 挺好的 陈总 同事们对我都很好 刚步入职场有以下几点 我跟你说一下 能够对你的职场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尊重公司的文化 每一个公司都有自己的文化和价值观 新人应该尊重和遵守公司的规章制度 快速地融入公司的文化 好好学习 新人进入公司要快速地了解业务和工作流程 认真地学习相关的技能和知识 第三 注意沟通 沟通是职场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作为新人 你要非常注意你和同事和领导之间的沟通 不要造成误解和不良印象 职场需要合作和协作 作为新人 你要快速地融入团队环境 积极地融入团队 第五 保持谦虚 作为新人 要谦虚谨慎 尊重前辈和同事的经验知识 接受反馈和建议 第六 做好时间管理 职场时间紧迫 合理地安排时间 避免浪费和拖延 新人应该注意着装和自己的言行举止 保持一个良好的形象和态度 记住了 陈总 总之 持续学习 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当公司来了个隐形富豪 杨子 你赶紧收拾收拾 趁着李总他迈没下班 咱们赶紧去把他合同签来 不行啊 老板 我突然肚子有点疼 啊 怎么回事啊 没事 估计是老毛病常被研犯了 快下班了了 把他去签约就开始装了 就是 怎么可能那么巧 正好这个时候疼 他就是不想浪费下班时间呗 行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就爱说风凉话 我看杨子这难受劲也不像是装的 老板 你别管我了 你赶紧走吧 别耽误签合同了 那怎么行啊 是员工的健康中药 还是合同中药啊 走 我带你去医院 哎 李总 你别取消啊 我这有点急事 你再等一会儿 喂 李总 合作继续 我们老板马上就到 杨子 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晚了就来不及了 正好电动车在楼下 我送你去医院 老板 你就扔下我吧 别管我了 老板 我爸已经安排 我们家的直升飞机过来 带我去最近的医院 走绿色通道 再说了 就齐年的小电轮 我什么时候才能到啊 杨子 你今天加个班 把这些合作方案做出来 今天晚上我们要跟客户 谈个合作 不行啊 老板 我晚上下班还有事呢 你有什么事就先放一放 工作最重要 先把这些工作完成再说 可是这么多 这得做到什么时候啊 今晚肯定做不完呢 做不完通宵做 不行啊 老板 我这年纪轻轻的 把身体勒坏了 可怎么办 你一天事怎么那么多 哪来那么多约约 今晚必须把这个 合作方案给我完成 做不完自己想办法 杨子 方案做好了吗 都搞定了呀 老板 你这做的什么呀 这不跟我昨天 拿给你一样吗 你耍我呀 老板 我让客户 跟我们的合作都取消了 这样我就不用做了呀 什么 你让客户 跟我们取消了 对呀 老板 你不是说让我 自己想办法了吗 怎么样 我聪明吧 你是怎么联系上客户的呀 你是不是偷看我电脑了 老板 谁稀罕看你的电脑啊 你上面的那个 甲方林总就是我爸爸 张总就是我舅舅 陈总就是我表哥 我直接给他们 发个微信就搞定了 并且我还告诉他们 以后再也不跟我们 公司合作了 这样我就不用做合作方案了 妈 你给我转两万块钱 我这个包不喜欢了 想换个包 杨子 你都这么大了 怎么还管家里要钱呢 再说了 你这包不刚买没几天吗 你父母年纪都这么大了 你不每个月给他们打钱 孝敬他们就算了 你也不能啃老啊 以后千万不要管家里要钱了 这包又不是必须品不买不行 老板 你说的对 我知道错了 妈 钱我不要了 你不用给我转了 嗯 这就对了嘛 这个月开始 房租涨五千 杨子 你去楼上问问 看看他们房租涨没涨 为什么咱们这房租突然涨了五千 不用问了 老板 别的公司都没涨 就我们公司涨了 为什么呀 这栋大楼是我家的 房租是我给你涨的 我觉得老板你说的特别对 我不能啃老 所以我涨房租决定啃你 真没想到杨子是这样子的人 怎么了 小王 昨天我跟朋友去山庄玩 看到杨子在那里玩 这有什么呀 这不是很正常吗 老板 你听我说完呀 重点是杨子在那里有吃有喝的 还让他妈在那捡瓶子 还对他妈指手画脚的 哎 看得我都心疼了 你说他家这么困难 他平时花钱还那么 是吧 我看那款包包也不错 一会儿我把钱转给你 你帮我买一下 杨子 下班来一下我办公室 老板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杨子 你说你妈妈平时捡瓶子赚钱容易吗 你平时花钱这么大手大脚 老板 你说啥呢 谁妈捡瓶子了 还装 敢做不敢承认 咱们同事亲眼看见你 让你妈在山庄里面捡瓶子 你还对她指手画脚 老板 你误会了 我妈每天有几百万的生意要做 我哪有时间去捡瓶子呀 捡瓶子那个是我们家宝洁 她肿透懒不干活 我说她几句怎么了 你出门还随身带着宝洁呀 老板 你什么智商啊 我出去玩带宝洁干什么呀 那个山庄是我家开的 宝洁就在那里工作 来给我脚 老板伙伴 旻就在启瓶子 老板前面